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讲最后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相信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 就是妙玉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有没有情爱 特别是在第41回大家注意到 妙玉请人品茶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用过的一个茶具 绿玉斗 拿来给贾宝玉用 有的人就很敏感 说那么一个爱干净的人 因为刘姥姥喝了一口茶 那么名贵珍惜的成瑶茶杯 他都可以不要了 他怎么舍得把自己喝过茶的一个绿玉斗 拿给贾宝玉去用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妙玉对贾宝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说白了 是不是他爱贾宝玉 妙玉和贾宝玉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这实在是一个历来为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热衷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许多人认为 从《红楼梦》中的文字描写来分析 在新性上 比林黛玉薛宝钗更成熟的妙玉 肯定对贾宝玉有爱慕之情 而更多的人则认为 即使两人之间不是爱情关系 也一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其中 否则妙玉又怎么会将自己用过的绿玉斗给贾宝玉珍茶喝呢 总之 他们之间让人觉得多少有点暧昧 那么曹雪芹笔下的妙玉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高厄续《红楼梦》的时候 他的思路就是认定这个行为 意味着妙玉暗恋贾宝玉 所以你看他在叙书里面安排了几次妙玉的戏 写妙玉看见贾宝玉就脸红心跳 回到自己的禅房 坐到蒲团上就心圆一马 他就顺着这样一个思路往下写 而且最后他给妙玉安排的结局是他对贾宝玉的心圆一马没有结果 却被强盗用闷香给闷晕抢走了 强盗把他抱走以前还对他轻薄了一番 最后他或者就屈从强盗了 或者是不愿意屈从被强盗杀死了 高鹅最后给的也是个模糊的信息 高鹅这样来续 他有没有道理呢 妙玉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个结局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高鹅完全歪曲了曹雪芹对妙玉这个角色的基本构想 我在前面就告诉大家 妙玉是曹雪芹极为真爱的一个角色 她在曹雪芹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有才华的 而且散发出一种特殊性格光芒的女性 高鹅那样去写她 把她糟蹋了是不对的 关于妙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关系 贾宝玉有一些话可以使我们洞彻 贾宝玉过生日 得到妙玉的败帖之后 想找林黛玉去商量 怎么回这个败帖 结果半路上遇见了行秀燕 贾宝玉和行秀燕之间有段对话 这个时候作者也写到了贾宝玉自己的话 她在和行秀燕的对话当中 一方面听取行秀燕 对妙玉的种种介绍 评价 同时她自己也说了一些话 体现出她对妙玉的评价 贾宝玉说 她为人孤高 不合时宜万人不入她目 因此贾宝玉对她是了解的 他们两个之间心灵上是相通的 互相是懂得对方是怎么回事的 特别注意 不合时宜这四个字 不合时宜这四个字 在书里面写妙玉的时候 出现了好多次 书里屡次说她不合时宜 而且贾宝玉还说 她原不在这些人中算 贾宝玉一天到晚在姊妹当中混 在女儿群当中混 她和大官员这些女儿们 不管是主子还是丫头们 都是一天到晚的私混 在一起过着一种梦一般的生活 诗一般的生活 贾宝玉说 妙玉这个人不在这些人中算 不仅是生活方式 不在这些人当中算 包括她的心境 她的精神境界 也不在这些人当中算 她是另外一种人 她说 她原是世人意外之人 世界上的人可能都不理解她 而且她的某种行为 会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是世人意外之人 这些话都有很深的含义 贾宝玉她个人理解 妙玉给她帖子的原因 她是这么解释的 为什么妙玉对她这么看重 她过生日会给她一个拜帖呢 贾宝玉说 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 方给我这帖子 些微有知识 请你特别注意这句话 些微就是稍稍的 有那么一点 有一点什么呢 妙玉看上贾宝玉什么呢 是贾宝玉还稍微有点 知识 这个知识和我们今天嘴里面 常说的那个知识 不是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说的知识 是在现代的白话语境当中 表达的那么一个概念 比如我们经常说 学知识 用知识 但在《红楼梦》里 它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知识 它是一种佛家的语言 佛家的语言就是有悟性 指某个人有一种觉悟 对个人和宇宙 生命和自然 自己和别人 有一种比较透彻的醒悟 当然贾宝玉他自己 也觉得自己还醒悟的不够 但是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就行了 妙玉就说看得起你 一万个人我都看不上了 但是你贾宝玉 现在的表现 我觉得你些微有知识 看得上你 所以你见内人过生日 我见外人要给你下一个 祝寿的拜帖 贾宝玉确实是一个 些微有知识的人 你看他对自然 对这些生命花朵 对美丽的青春少女 是什么态度 他看见燕子 就跟燕子说话 到了河边 看见河里鱼儿游动 他就和鱼儿去交流 他体贴女儿们 自己被水淋成水尖 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只关心那淋雨的姑娘 提醒人家 赶快去躲雨 你说贾宝玉 是不是些微有知识的人呢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说实在的 即使在我们今天 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当中 能具有这样一种 精神境界的人都不多 是吧 他懂得天地万物当中 任何生命都是宝贵的 这种人 看见流浪猫 他会很着急 这个生命 他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呀 天气预报说 要有雷阵雨 或者甚至要有大雨 他在哪儿避雨呀 他明天吃什么呀 他是个生命啊 他看见一个麻雀 钻进自家的空调室外机 现在安装空调机的人家很多 首先 他不是想我的室外机 是不是会被破坏 而是觉得 哟 多有意思啊 你看这麻雀钻来钻去的 他热爱生命 他懂得每一个生命 都是不容易的 谁创造了生命 生命的尊严是不论大小的 包括我们现在有缘相聚在一起 我在这儿 给你们讲 你在那儿 听 我们都是活泼泼的生命 谁的生存是容易的呀 生命和生命之间 第一要义 不是争斗 而是互相给予慰藉 当然我这是把贾宝玉的情怀 挪移到今天 来发表感慨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 想必你能领会 两百多年前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 他有这些知识 这种知识 现在的你有没有呢 通读全书 你应该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妙玉 他看出来了 贾宝玉 跟别人也不一样 贾宝玉 其实也是很怪癖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怪 主要体现在上述那些方面 是个些微有知识的人 贾宝玉能读懂他 他也能懂贾宝玉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曹雪芹的笔下 妙玉和贾宝玉之间 不是一种情爱关系 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交流 这两个人物之间 是互相欣赏的 是互相给予高评价的 他们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一定要懂得 人与人之间 男女之间 老少之间 不同的种族之间 不同信仰的人之间 是可以建立起 这样一种高级的精神关系的 男女之间除了有性爱 有情爱 也可以有这种 星星系星星的 高级情感关系 曹雪芹写《红楼梦》 确实不是只想写 人与人的厉害关系 写风子英所属的 那一个乐派 如何想颠覆日派 或者只是去写 大家族里 大房和二房之间 在财产继承权上的摩擦斗争 或者只是写 贾宝玉 与林黛玉 那明星刻骨的爱情 他和《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通过这部书 一直在螺旋式的超越 升华 最后他所表达出来的是 非常深刻 非常高级的思想 这种思想内涵 能在那样一个时代 那样一种人文环境下 被书写出来 真是一个奇迹 他不仅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史 思想史上 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和突破的高峰 就是跟同一历史阶段的其他地域里 其他民族所产生的文化思想成果相比较 也是绝不逊色 甚至还高过一筹 好 我再往下分析 妙玉和贾宝玉之间的情感关系 关于那个绿玉斗 好像成为千古一案了 为什么妙玉要给贾宝玉这么一个器皿来喝水呢 大家知道这是妙玉自己用过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书里面的原文的话 会发现书里面是这么措辞的 而且各种古本基本都一样 说是妙玉仍将前番自己长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珍鱼宝玉 不是当天妙玉自己就曾用这个绿玉斗来喝茶 贾宝玉来了以后 就直接把自己用过的茶杯给他用 这个茶杯只是他前番用过的 什么叫前番 前一阵 不是这一阵 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差 才叫前番 现在咱们不这么说话了 但是过去人们可以这么说话 比如问去没去过黄山啊 回答说前番我去过 前番就不是说昨天或者是上个月 上一回去黄山可能是很久以前了 表达起来就可以说是前番 妙玉把自己长日吃茶的一个绿玉斗给贾宝玉喝了茶 就引出了很多人这样那样的想法 但我觉得这只说明他对贾宝玉格外亲切 还看得起贾宝玉 万人不入他的眼 但是他觉得贾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 因此才那样的招待贾宝玉 所以虽然这只绿玉斗他以前有一阵 每天用它来喝茶 但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而且你也知道他的洁癖 他的每一个用具在用完以后 很显然都经过了非常仔细的清洗 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仅通过这么一笔 就断定妙玉他内心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在潜意识里想通过这个东西 来达到一种和贾宝玉接吻的目的 不是这样 而且通过作者大量的文字描写 我们可以知道贾宝玉 他对女子的感情要分几个层次 真正说到爱情的话 他只爱一个人 就是林黛玉 这个再明显不过了 在生命当中的某些片段时刻 他可能觉得这个很美丽 那个很好看 但他真正从精神上和肉体上 全方位钟爱的女子 就是林黛玉一人 所以有了一个薛宝钗 已经有点三角关系了 又有一个史湘芸 又是一个活泼泼的表妹 有人认为已经构成四角关系了 其实史湘芸不掺和这个事 这是一些读者 自己的浪漫想象 而如果在凭空添一个妙玉 你想乱不乱活 你到底要娶谁做媳妇啊 所以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看不出这一点来 妙玉诚然是《红楼梦》里 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 她美丽 纯洁 而又高傲 孤僻 这样一个妙龄少女 为什么会在如花年华 选择与青灯古殿 木骨沉中 相随相伴呢 难道在顿入空门之前的她 会有一段难以言表的情感纠葛吗 而在八十回之后 妙玉又会是怎样的经历 她真的会像有的人所揣想的那样 沦落到青楼了吗 说高厄叙书 对妙玉的描述是严重歪曲了曹雪芹原意 还有更多的证据吗 其实 妙玉究竟后来怎么样 在第五回的《金灵十二拆政策》的测验里面 曹雪芹是有透露的呀 特别是后面《红楼梦》十二支曲 关于妙玉的那一支曲 大家都很清楚 题目叫做《世难容》 在《世难容曲》里面 作者全面地展示了妙玉的性格风采 命运和结局 我们来细读一下 《世难容》这个曲的名字本身 就意味着妙玉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世界容不了她 曹雪芹是这样写的 说她 气质美如蓝 才华富比仙 这是两句非常高的评价 所谓欲精神 蓝气息 是过去古人对女子的一种最高评价 这个妙玉就是 气质美如蓝 才华富比仙 什么叫富 就是丰富 多 多的都溢出来了 她的才华到了这个程度 可以和仙人相比 她的性格当然是比较古怪 叫做天生成孤僻 人皆寒 人间很少见这种人 万人不入她的眼 能被她看得上是很困难的 她很高傲 但是妙玉的那种高傲 孤僻 她不具有破坏性 不具有攻击性 她不妨碍他人和群体的生存 她只是个人的率性 由着自己的性子生活 是这么种状况 往下看 曲里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你倒是蛋肉食心山 是起罗俗艳 这是以唱曲人的口吻来对妙玉说 说你这个人认为吃肉 吃那些新的山的东西 穿那些绫罗绸缎 是恶俗不堪 你看不起那些人 这个曲里的你倒是 跟下面那个却不知 它是俩口气 是衔接的 说完你倒是 然后说却不知 太高人欲度 过节是同贤 这个话很好懂 我展开分析了 底下的话值得注意 可探着 清灯古殿 人江老 辜负了 红粉猪楼 春色蓝 清灯古殿人江老 龙翠庵是一个古建筑吗 龙翠庵的禅堂是一个古殿吗 不是的 大家很清楚 书里写得非常明白 整个大观园 它是一个新造的园子 虽然里面使用了一些 原来荣国府 宁国府旧有的山石 树木 小的亭台楼阁 将它们加以组合运用 但是龙翠庵 应该和道香村这些建筑群一样 是新造的 是在原非省亲之前 新造出来的 因此 龙翠庵 不能说是一个古殿 所以清灯古殿 人江老 这句话说的空间位置 应该不是指 大观园的龙翠庵 它指的应该是 像行秀烟所交代的 庙域 当年在江南 所住的那个寺庙 这个寺庙 庙域自己有所透露 在品茶的时候 他自己说了 他请薛宝钗 他们吃梯几茶 用的什么水啊 是旧年捐的雨水吗 他把旧年捐的雨水 给贾母他们吃 而给薛宝钗 林黛玉 和贾宝玉 烹茶用的水 是收的梅花上的血 是什么时候收的呢 是五年前 地点呢 地点是在江南 他说那个时候 我在玄墓盘乡寺住着 玄墓是一个地名 有这么一个地名 盘乡寺 那就应该是一个古寺 所以这一句 应该是告诉大家 庙域在盘乡寺 曾经有过这样的处境 叫做清灯古殿 人江老 也可能有人要跟我讨论 说老吗 庙域到大观园里面的时候 是18岁 五年前 他应该是13岁 当然不老 但是人江老 什么意思 因为在那个社会 13岁的女孩 如果你家里背景够格的话 就要准备参加选秀女了 如果是一个一般人家的话 这时候也要谈婚论嫁了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庙域在盘乡寺住的时候 她的青春岁月 匆匆地在流逝 在那个时候 一个女子满了13岁 是一件大事 意味着她离开了少女时期 开始进入更广阔的人生世界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景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